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稍微用刀背 把它刮 把它的泥刮干净就好了 就看到有一点白白这样子 对 这样子来烹调的话呢 那你煮出来的牛蒡汤 才会有牛蒡的香味 这样刮一刮 然后我们就泡到水里面去洗一洗 这样刮一刮我们就要洗干净 然后呢牛蒡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把它搁在外面太久的话 它很快氧化 变黑 所以我会鼓励说你在做牛蒡的时候呢 你旁边的水先给它烧开 然后一处理完 切了之后呢 马上加入 就丢进去去 就马上推煮了 就要给它氧化 对 对 所以这一点呢 哇 这牛蒡 因为它很硬嘛 很硬 我们还是要把它切 对 切成比较小小 所以一般呢 我会说呢 是把它切成片 这样子一片分切 切片 对 这样它就比较容易出味 明白 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个牛蒡的这个已经处理好了 那红萝卜的分量大概也是这样子了 切片 对 然后我们有红萝卜 那红萝卜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抗氧化素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 也是排毒 然后抗氧化 女中素A 消除自有机 所以同样要削皮 对吧 对 同样要削皮切片 然后呢 这个玉米 还有这个玉米须 那我们刚才也教授有说 就是玉米其实非常的利尿消水肿 那尤其是它的这个玉米须 那我们在做这个料理的时候 那个须也不要浪费 直接把它丢进汤里面 OK 好 就一起加入 就可以增加它的利尿的这个功能 OK 好 再来还有看到枸杞 枸杞 这些是调味 对 然后另外一个要介绍的 其实就是海带 海带 海带呢 其实就是昆布 对 那昆布呢 比较属于厚的那一种 厚大片 属于厚大片 那我们知道说 日本人很爱吃昆布 那主要就是说 其实它非常的养生 它的矿物质很高 那点很高 那点很高的话呢 就是会刺激你的 形成代气率 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们知道说 昆布做海藻类的东西呢 它们就是 它的矿物质是非常的平衡的 比如说它甲值很高啦 那钠其他等等也是很平衡 所以你的矿物质一平衡了 你身体其实 那个消水肿 会比较 就有它的帮助 明白 但是如果有那种 戴根包啊 假装线 对 假装线 对 假装线 对 这个我就不太鼓励 对 可能你就要把这个 这个海带给拿掉 对 好 明白 那再来是 再来就是说有这个香菇 香菇 对 香菇 因为这个料理它是属于素的汤 所以我们没有用到肉类之类的东西 因为失系重的人呢 我们是讲求 你要吃比较清淡的料理 所以我们用香菇来提味 对 OK 所以都是好像香菇啦 红枣 枸杞啊 然后玉米还有红萝卜 这些煮都会有它原本的自然甜味 所以就是你一煮一个汤嘛 我们说煮汤面最重要是那口汤 汤料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材料准备好 就丢进去里面锅子煮 那煮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 它出味了就可以了 OK 所有的材料吗 一次性 一次性下 OK 好 然后面类是 只是取它的汤就可以了 只是取它的汤就可以了 好 好 当然好像红萝卜 还有这个香菇 这个香菇 可以一起吃 对 好 明白 那其他的这些是调味用的吧 我们准备 对 那在面方面呢 你可以选一些荞麦面啊 或者选一些 比如说今天我是选拉面 嗯 就是谁很喜欢乌冬面 对 还蛮入式的 然后吃之前呢 我本身比较喜欢一些香香类的东西 所以擦点葱 擦点这个 圆芡 对 一起吃 然后可以放一些麻油之类的 就很香了 OK 那调味可以自己加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它清甜的味道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是 感觉上就是一道很清淡的菜 对 而且又有营养丰富 对 而且我发现Amanda老师只是用了一个饭锅 就可以煮所有的料理了 是 大概要煮多久了 若是用饭锅了 一开始我们的水一定要是大火嘛 然后你把所有的材料放进去之后呢 就是小火 然后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煮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之后呢我们取它的汤 然后呢就把它那个放在面里头 对 这样子淋上去就可以完成 对 这个汤呢你会发现到它即使是没有用肉 就是它一点油脂都没有 所以它非常的低卡低热这样 嗯 然后呢可是它的甜味是非常的鲜甜 嗯 因为我们有海带的这个帮助 OK 对 那如果真的那些很爱吃肉的人 想要加一点点肉 那也是可以 那也是可以 鸡丝 但是 但是我们比较鼓励是说 其实湿气重的话呢 因为你的 怎么说 你的新陈代谢力已经是满 排度已经是满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吃的比较清淡 所以避免说煎炸类的东西 或者是太多那种糖分太高的东西 最好也是不要吃 还是忌口一下啦 不要这么贪吃啦 所以马上来称为一下我们今天的食谱 好好地准备一下这一道这个 日式糖面料理 哦 黄色衣 啊 我知道 太多了吧 超伤奋 太多了 好 ých 太多 日语叫开餐了怎么说 所以你看看这个料理 感觉就是那种很日式 然后真的可以开动的那种感觉 但是确实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蛋 牛棒跟海带都是日本人最喜欢的食物 对 没错 所以他们才会那么的懂得养生 因为他们觉得对 都是养生很好 是 老师我发现这个面 好像之前都有泡过水 对不对 这个面先把它煮好了 再带过来 先要煮一下 让它先发一点 所以如果礼拜天自己在家的话 其实不要吃得那么heavy的话 可以准备这样一道菜 就跟家人一起吃 然后如果有些人 比如说他觉得比较寒 就身体比较寒 我还建议可以放两片姜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那个效果就会更好 就看你的体质 而且姜 姜也是可以去湿的 是的 哇 那个味道好甜喔 就是很鲜甜欸 虽然没有任何海鲜都没有加入 可是味道出来是很好的 对 很棒 而且海带是我很鼓励的 尤其是说吃素的朋友 因为海带的盖质很高 所以它就可以说补充你的盖质 对 给你更多的 我们的补隔密度等等都是很有帮助 对 当然 好 我们谢谢Manda老师给我们介绍 这么一道好吃料理 养生的这个料理 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清清我们的肠胃 除了清肠胃之外 明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通过我们看命理去投资 对啊 就是从你的命理 你适合怎么样的一种投资 那明天将会我们的何老师来告诉大家 所以明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 你一定要守着我们的火力加油站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